我的世界六个老玩家才知道的简单技巧 第六名 如果你想制作无线岩浆 首先做一个一格厚的石槽 然后用岩浆填满它 就可以看到 下面已经有岩浆渗出来了 但这些只是粒子效果 我们还得放一排中午石 让岩浆滴下来 再用干锅收集 这样你就拥有无线岩浆啦 第五名 这儿有个小技巧 可以帮你快速找到宝藏 到我们拿到藏宝图后 先去沿着地图 走到标记的位置 然后按看F3 查看Chuck的数值 当它变为999的时候 宝藏就在九下啦 哦对了 机案板的话是888 第四名 回到机案板 我再教你们一个藏宝箱的好办法 在书架上放个铁轨 再装箱子矿车 并打碎下面的方块 最后用这个活塞 拖一下 箱子就消失了 箱子打开的时候 只需要对着书架的底部就可以啦 第三名 如果你需要大量股份 可以试试用精准采集的铲子去挖草方块 然后放到堆肥桶里面发酵 因为草方块是很多的嘛 而且挖得很快 所以就比较容易获得 你还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装置 帮你半自动获得股份 第二名 水下可以引爆天地 但它不能炸掉任何方块 但是呢 其实只需要在天地上放个沙子 看后面会不威力啦 是时候炸一波海底神殿啦 第一名 众所周知 狐狸爱吃鸡 非常爱吃鸡 爱吃到连银浆都无法阻挡 但天天吃生肉可是会拉肚子的 我们可以丢给狐狸一把火焰附加的剑 这个样子它攻击的时候 也会附加火焰效果 狐狸终于可以吃上烤鸡肉啦 这个不算是技巧啊 但我就是觉得特别好玩 所以加进来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安不内容啦 还没有点关注的人 赶紧给我点个关注吧 就这样啦 啵啵啵 五个简单的方法 让兄弟情义更加深厚 第五名 莫英龙闪击的终点 也是打开最后一个维度的钥匙 那你知道吗 当我们每次穿过重座门 都会在相同地点着陆 这就是完美的谋杀线 这个 礼物存放点 我们可以用包装尖美的红色盒子 给心情多火热的拥抱 第四名 当你和朋友在同一个存档时 有人突突打楼是个让人牙痛的事 他不仅可以先一步拿到翘翅 还能在必经之处设下陷阱 所以 为什么不嫌罚之人呢 我们只需要向传送门里 投入大量尖刺 就能让传送门变成单程列车 只进不出 有趣无回 第三名 水源可以免疫跌落伤害 这是一个综合周知的常识 但你知道吗 清净时也可以哦 还有相似的蓝色外观 第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你们懂得 第二名 武训肯定说过 好东西要一起分 尤其是兄弟之间 非要练习分享 建议在矿葬周围 用声音创测器和TNT矿车 做一个友好小装置 让周围任意方块被破坏时 矿车之后被炸掉 至于兄弟嘛 咳咳 15 第一名 门上藏着黑板擦 这个事应该不少朋友干过吧 但你知道吗 MT里也可以这么玩哦 只需要摆上箱子和矿车 然后稍微开一下 当兄弟开门的瞬间 矿车落下 瞬间爆炸 这才叫兄弟情深 我的世界 八个简单技巧 让你晋升专业玩家 第八名 你可以用火板门 在地上围个圈 然后用对应的食物 又不动物 动物会跟着你跳进圈里 但是跳不出去 这个技巧可以用于很多动物 非常便捷 第七名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让你省 大部分的爆炸伤害 比如说 酷利帕即将爆炸的时候 只需要在你和酷利帕中间 放置任何方块 就可以大幅减少伤害 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 床 天梯等 第六名 在下届 蕴含着大量的金矿 它们通常以金矿的形式存在 很多玩家 只是随手抛开 就算有十运三的附魔 也就掉五六个金矿 我们应该用 短彩级的招子 把矿石刨下 然后丢进熔炉里烧纸 每个矿石都可以获得一块金矿 效率和数量大大提升 第五名 既然来到了下届 为什么不去猪灵城堡玩玩呢 只需要身上有至少一件金装备 猪灵就不会攻击你了 但当你企图打个箱子时 株灵便会攻击 所以去的时候 请带一个随身漏洞 把宝物从下面偷走 这样就可以安全的借钱了 第四名 让你把村民换回基地后 把它们带回固定位置 是个让你头疼的事 用船很慢 而且很多地形上不去 我们只需要右键一下 进入交易界面 村民便会向你靠近 自动走到面前 我们只需要重复几次 就可以把村民带到工作岗位了 第三名 如果你想拥有一个隐秘的宝箱 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首先把阶梯这样摆放 围成一个圈 然后在内层放上箱子 最后把墙全部封上 当我们想要打开箱子的时候 就把光标对准最左边的格子 然后稍微移动一下 直到方块边缘的黑框消失 就可以直接打开箱子了 而且在墙外完全看不出来 不过只在肩板中生效哦 第二名 海绵可以排空水分 尤其是在占领海底神殿的时候 永远好用 大部分的人会用熔炉 把湿海绵烤干 但这个样子会浪费大量的燃料 而且贼嘛磕闷了 其实只需要把海绵带到夏季 然后放在地上 水分就会自动冲发 这个样子既省材料又省时间 何乐而不为呢 明明如果你需要无限水 但身上只有一个水桶 你只需要带两片海带 就可以完成布置 首先在地上挖一个小坑 然后把方块放到这个位置 再放洪水 然后把两片海带对角放置 这样无限水就做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技巧啦 学到的话记得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的世界 七个简单码信 让朋友目瞪狗呆 第七名 附魔术不仅能给武器附加额外属性 还能当打火使用 我们用这本火焰附加的附魔术 就能将篝火重新点燃 当然它同样是用于天气 第六名 如果你习惯露天安家 我建议你给箱子上个防暴保护 我们只需要在箱子前挖两个洞 再把水倒在箱子上 就能把它变成含水方块 如果有孤立怕突然到来 及时可能炸坏地板 那箱子一定是会安然无恙 第五名 我们可以用潜影盒进入秘密房间 还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墙边水平放去潜影盒 然后站在它的面前打开它 就可以被推进封闭的墙体 你可以把自己贵重的物品 全部放在封闭的墙后 然后用潜影盒进出密室 第二种是在地上垂直放去潜影盒 然后在头顶三格高的地方 再放一个方块 站在上面打开它 就可以进入下面的密室啦 第四名 这是一个TNT的小魔术 你可以表演给朋友们看 先在TNT上放一个铁毡 然后点燃TNT 一阵爆炸身后 我们不仅没有受到伤害 周围的方块也安然无恙 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小把戏吧 第三名 雪傀儡在MC里面 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小透明 因为它只能扔没有伤害的雪球 看起来没有什么拥处 但事实而兵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下矿的时候 我们带一只雪傀儡 它会在我们经过的路上留下积雪 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 还能在身边遇见 帮你拦住从背后偷袭的怪物 安全程度和安心程度都大大增加 第二名 首先在地上摆出十字形的蜂蜜块 然后追到你需要的高度 再在中间放上灵魂沙和水 当我们需要上升时 只需要站在墙角按控隔键 就可以快速上升 下落时 眼睛外侧下滑即可 算是泡泡电梯的一种变形版本 但使用起来比泡泡电梯要舒服一点哦 第一名 MC原版透视大拳 当我们在海上航行时 如果想看清水下的地形 只需要按F5切换第三人称视角 然后向下移一点 水下的世界便一览无余啦 如果说你想看清岩浆下的物体 只需要在方块上放一个台阶 然后挖掉下面的方块 然后喝一瓶抗火药水 进入岩浆 到我们卡在方块上时 岩浆将不会阻挡视线 最后一个 如果你想透视矿洞地形 只需要一只猪就可以翻到 首先挖两个高的洞穴 然后用半砖填满 把它变成一个半高 然后骑上猪猪进去 头顶的方块就会变得透明 达到透视的效果 非常简单呀 你学费了吗 快速试试吧 不不不 我的世界七个特殊技巧 你也许还不知道 第七名 雪地小屋下会生成村民地牢 如果你在地牢内治疗僵尸村民 转换速度会发大提升 只是因为MC在配码中写入了 床和铁栏杆会增加转换速度 所以我们只需要模仿地牢的结构 在村民旁放置床和栏杆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加速转换 第六名 怪物除了不能在下半砖生成 同样不能在积雪的二到七层生成 是时候给基地换上崭新的白地毯啦 第五名 如果你想要在水里面做个借助 请不要再费力搭柱子啦 只需要在水上放个睡帘 它的剩下两层都可以搭方块 再就是睡帘上同样无法生成怪物 第四名 怪物头颅是一个非常稀有的战利品 除了凋零骷髅的头外 它们通常被摆在角落里吸灰 但这些头颅是有用的 它可以降低对用种类怪物的感知范围 比如说你原本会在二十个外被枯莉啪发现 但是戴上了枯莉啪头后 它们只能在十个外才能把你发现了 这个特性在对付小白时尤为好用 另外 南瓜头可以帮你抵挡墨引人 这个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第三名 当你想填平一片坑洞时 通常会手动摆放 或者是用创世神的小木服 其实原版MC就可以做的 再聊天指令 加两点坐标和方块类型 就可以瞬间填平坑洞 第二名 哭泣的黑钥匙 除了能够做重生毛外 它是最扛炮的光级风筷 它能发出十级光源 作为补充灯光非常合适 你还可以更换系统材质帮 把外观改回2011年的老板纹理 第一名 所有人都知道 干草块可以储存食物 减少跌落伤害 但你知道干草块会弹琴吗 当你把音韵盒放在草块上 就会发出半桌前的声音 干草块还有一个隐藏的用途 当你把它放在篝火下时 吹烟会从原来的10格提升到25格 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 叛称低配小青雕 而且篝火也不会烧坏干草块 请放心使用 学会了吗 赶紧去试试吧 波波波